蒂姆·沃尔茨成为哈里斯竞选搭档 这事儿至于让国内的媒体产生希望吗 前几天美国卸任的副总统哈里斯 已经选定了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茨 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然后我就发现很多包括中国媒体还有美国媒体 都开始描述这位沃尔茨对中国貌似比较好 比如参考消息和观察者网的文章都用了不少篇幅 介绍沃尔茨在中国担任外教在广东教书的经历 以及他此后如何满怀感情的回顾他在华的生活 他说无论我活多久 我都不会再享受那么好的对待了 还有人提到他来过中国三十多次 说他反对中美对抗 美国共和党则拿出了沃尔茨2019年的讲话 录音和文章说沃尔茨侵华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他当时反对特朗普跟中国的贸易战 认为应该继续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经济关系 并且扩大中美军方接触 以便与中国建立稳固持久的伙伴关系 再加上特朗普阵营最近一些比较极端的竞选口号 导致特朗普挨力枪的耳朵后效不佳 共和党的选情有点走下坡路的意思 哈里斯跟沃尔茨组合要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特别是对华政策就分外的引人关注 不过我认为 虽然说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和性格是有可能影响其政策的 但是沃尔茨这些过往的经历 好像根本不值得这么多的关注吧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美国这些年产生的某些政治领袖 在上台之前度过什么样的对华态度 特朗普当总统之前跟中国关系如何呢 我记得当年我们在人民大学学国际关系的时候 金教授给我们讲中美关系 谈笑风生 讲到特朗普跟中国有密切联系 连伊万卡的婚事都是邓文迪牵线当美人 而且我们现在去翻看2016年的国内媒体 还能看到当年是如何铺天盖地 介绍特朗普的外孙女学中文被唐诗 结果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中国如何呢 成了对中国出手最狠的一个 还有布林肯杀利文是如何呢 布林肯以前还算对华比较理性的一派 沙利文还主张抛弃台湾 现在怎么样 美国大选期间 共和党用侵华这个词攻击蒂姆沃尔茨 说明在美国整体氛围中 谁侵华谁就有政治风险 中美之间的冲突根本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这种结构性冲突 这种大环境下 我不相信蒂姆沃尔茨会比沙利文 比布林肯表现的更好 蒂姆沃尔茨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 就算他对中国曾经有过好感 但是为了跟哈里斯一起入宫 恐怕他以后也很难对中国再温情默默 只能是身不由己的 他在众议院当议员的时候 就已经用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抨击中国人权问题了 咱们这么多大媒体 为什么不聊到这个事呢 所以沃尔茨更有可能是个知华派 越了解中国的人 其实有可能是越危险 还有个问题 中国对待美国各界 当然还是应该能团结多少人 就团结多少人 这个原则和方向是没有错的 但是要团结 也是要从民间商界打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是拉不动美国政界的 可是到现在 还有这么多媒体 这么多人带着期望 去期盼一个美国领导人 能够主动的缓和中美关系 这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其实这也是一种爽文 用各种爽文和自我麻醉 寻找安慰和信心 这是大国或者前无的媒体和公民 该有的心态 如果有什么力量 能让中美关系 或者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走向健康 这种关系绝对不会来自莫斯科 不会来自萨纳 更不会从白宫里飘出来 这种力量只能来自中国自己 一个科技发达 军事强大 经济引领世界 民众冷静观察世界的中华民族 才是能让其他国家 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时 不得不表现得越来越健康的